好,到了最后两颗了,最后两颗它,我特别选出来,它成为我Eurorack的结尾的据点,这种感觉,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再回去,未来使用Eurorack,当然说实际上所有事情都是很有可能的嘛,我现在身边还是有一两个Eurorack,有一些folder啊,或者是什么什么的filter之类的。 那其中这个Stages,Stages这个东西啊,它成为Mutable的末代作品之一,有非常的,有一个,它是一个非常跨时代的东西啦,就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万能的modulation source,对,所以,我自己很喜欢拿它跟Math比较,因为两个都是,就是如果你会Patch的话, 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功能,那Stages因为它是数位的,所以它又可以藉由改换韧体,去做出更多新的功能。 那Stages也是跟了我,它跟我没有很久,因为已经是在很后面的时机,得到它要出来发售的嘛。 啊,可是我,很喜欢用它,因为这一颗,我通常都用它当做,比方说,五个Step的Sequencer,加上一个,一个Decay Emblem,或者是几个Decay Emblem,几个LFO这样,都很好用哦,就是这种可以很分开的机能,让它虽然是一颗module,可是它并不是像那种since voice,那一颗就是做一件事情,它一颗可以做到很万能的事情。 这样子,好,所以,那时候Stages也用了很久,那,另外就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,因为在VCV里面也有Stages,所以我后来进到VCV里面以后就改用VCV的Stages。 那一直到今年,还是去年吧,我做了一个这个Decay Emblem Decay的这个弧度的,弧度的一个测试,那我就发现没有任何一个VCV Rack里面内建的Emblem,它的,它的这个Decay的弧度,有Stages这么,这么有弹性的,Stages可以到非常的慢,或者非常的快,或者非常的慢。 对,都没有,所以后来就在VCV里面就用了一段时间的Stages,最后在Library里面找到,有人把Stages做成一颗,就是它是六个Stages嘛,就是有人把Stages做成一颗Stages,那我们也可以自己串,串上很多颗,这样子后来我才终于可以, 把这个Stages从西角里面测出来,对,不过,因为最近呢,最近这个Meta出现了,Meta出现了,它里面没有这个一颗一颗的Stage,所以我又要把这个Stages,它一样有Mutable的Clone,所以我又把这个Mutable的Stages,又叫回来, 所以现在Stages,还是我的这个,呃,主力军啊,生理军一军,对,就是因为这个Meta的关系,所以,如果在考虑这个Function Generator啊,想要,不管是Envelope啊,或者是要Decay啊,或者是华音啊,Sequence啊,各种,LFO各种功能,我都觉得Stages是,完全是一个, 必须要考虑的,一个选项啊。